眼前群山环绕怪事临续 一行车队正在高速飞驰 车队后远远跟着一辆越野车 车里一个短发青年 脖子上有一个木牌刻着云骨气 加克山的口袋里还有一根精美玉簪 这位少年就是此次考古后勤人员云骨气 此次考古堆 挖掘的是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堂屋 陆续发现的端楼壁画 让王教授兴奋不已 云骨气偷偷摸摸也跟着记录 趁人不注意碰到了古墓中间的一个拉环 古墓突然地动山摇 墓室坍塌出一个大坑 还好众人拉住了他 可是他的玉簪却掉了下去 这是他已过女友给他留下的遗憾 在他心中比生命更重要 他毫不犹豫地挣脱出去 重重地跌进大坑里 坑底是另一个墓 云骨气找到发簪来到一个门口 门的对面有三个女雕 所有两个头上都有发簪 只有中间那个没有 很明显这是一个机关 云骨气用VCR记录下自己的行为 如果出现不测 希望有人能替他收好这只簪 他将发簪插入机关之内 忽然听见一阵一响 他的头顶突然出现一响 一阵不可抵抗的引力 将云气吸到半空 他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当云骨气再次醒来 自己处在一片沙漠之中 面前立着一块墓碑 上面刻着恩公云夜之梦 云骨气将随身物品埋起来 在他离开之后 墓碑上的文字消失了 荒漠无影 云骨气朝着一个方向不停前进 就在他快要坚持不住之时 看到前方有一家驿站 云骨气用尽力气冲进一站 抓起桌上的水一顿猛灌 桌旁的两名大汉剑撞 拿起武器就要砍人 此时 一个头戴黑纱斗笠的侠士 触手相救 打斗中 侠士的斗笠被打落 露出一张精致面容 和一头乌黑长发 侠士竟是女扮男装 他拿起云骨气手里的发簪 顺手将头发竖起 干脆利落地继续战斗 云骨气见到侠士真容 顿时觉得难以置信 那女子竟和自己的女友 长得一样 云骨气想冲上去保护侠士 这被侠士一掌打晕在地 云骨气醒来 想要弄清楚事情真相 这时店老板笑意盈盈地 端着衣服进来 云骨气通过询问才知道 自己竟然到了唐朝 店老板见云骨气 穿着古怪咽语 不由地以为云骨气是 但云骨气脖子上 还挂着象征名家的 孙的木牌 云骨气这才发现 这个木牌上的名字 不知何时变成了一面 思兰想去 云骨气决定 先在唐朝生活下去 她找店小二的头发 做了假发 又换上店老板送的衣服 这才像个古代人的样子 云骨气找到 白天女扮男装的侠士房间 向她道了谢 顺便想要回自己的簪子 李姑娘却要她把簪子 作为谢礼送给她 还要她跟着自己 一路去长安 云骨气不肯答应 在房间外又吵又骂 结果被绝对的武力镇压 她只好另想办法 决定一路跟着她 伺机拿回发簪 吃饭期间 云骨气发现唐朝十分缺盐 不说细盐 老百姓连粗盐都吃不起 然而缺了盐的食物 谈不上美味 云骨气决定利用 自己所学的现代知识 将店老板的粗盐 提炼成细盐 顺便还做了一顿 美味的烤串相见 习讨好李姑娘拿回发簪 一日一早 两人正吃着早餐 突然一对冰关破门而入 领头的正是李承钱 和他的得力干将成初 原来之前闹事的两人 就是他的手下 故意举报云骨气 与李姑娘是敌国间戏 李承钱看到桌子上的戏言 更加怀疑二人身份 立即要将二人拿下 云骨气解释到 只是自己提炼的戏言 李承钱听闻十分惊讶 而成楚墨还是持有怀疑态度 云骨气与成楚墨打赌 若自己能提炼出戏言 便将之前两人交给自己处理 还要成楚墨磕头叫爷爷 如果自己输了人 由他们处置 李承钱带着两人来到原况 他知道掌握炼言技术 对大唐极为重 李姑娘对云骨气也不抱希望 还认为此时重兵把授 更不好逃出去 但云骨气一心扑在提炼戏言上 云骨气将戏言提炼好 枪族将领木物哲带人冲入营 一口咬定云骨气是他的逃兵 要将他抓回去 李承钱不肯让云骨气被带走 眼看双方士兵就要打起来 其中有个人趁乱杀死了殿老板 他一直是埋伏在驿战的枪族奸细 所以驿战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他都通报给了枪族 枪族才会赶来抢劫 眼看今日无法带走云骨气 木武哲也绝不给大唐留下人财 得不到的就毁掉 木武哲一心想要杀掉云骨气 李承钱为保护云骨气被刺了一刀 危急时刻 一把飞天大斧将木武哲打倒在地 正是承出没父亲程咬金赶来 唐太宗李世明收到前线击报 太子殿下与程咬金率将士奋勇杀敌枪 足大军大退 其始成不日就会带降书抵达京城 上朝时 唐太宗欲重赏太子与程将军 再向魏魏征提议奉出大部分奉赏 政绩百姓 其余人沉默不已 只有李太坚持将士建功不宜应该后准 唐太宗一向喜欢他语 长孙皇后的次子李太 果然李太一开口 唐太宗立即同意了他的建议 另一边 程咬金父子打了胜仗却无半点喜色 太子李承贤受重伤血流不止 他们只好快马加鞭紧静回鹰 另一辆马车上李姑娘也很担心 只有云不气不明白为了一点事 就要两个国家大动干戈 李姑娘好奇 他为什么不通半点人情事故 云不气说自己来自未来 显然李姑娘不信 云不气 只好说自己跟随师父在山里长大 所以不太懂现在的人情事故 回到营地 薰衣对太子的伤势束手无策 太子自己也难忍伤痛 眼看大出血 太子即将与命 就让士兵叫来于不起 嘱咐他一定要将列年之术交给大唐 随后便失去了意识 情急之下 程咬金才到处理城前身份 他以为太子已经去世 自己也打算自裁谢口 云不气及时阻拦了他 他告知程咬金太子 只是失血过多 只要及时输血缝和伤口 就能好转 虽然从未听过此等医术 但目前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 云不气通过试 招选了一名血型符合之人 随即准备开始输血 程咬金见状立马阻止 认为皇室血脉不可混淆 两人僵持不下 李姑娘突然站出来表明身份 说自己是皇上长女 随即拿出一块令牌 证明自己身份 原来他就是李世民长女李安兰 李安兰提出用自己的血救太子 交代几句之后 云不气开始用针 抽取了李安兰的血液 用自己带的检疫设备 将血输送到太子体内 输血后太子的伤势逐渐稳定下来 程咬金父子激动不已 云不气救了太子 整个军营的人都对他是十分感激 程咬金也为之前的不幸行为道歉 还打算自断一臂谢罪 云不气阻止程咬金 随后程咬金顺着杆子向上爬 提出要云不气和他一起去长安 云不气正好要跟着李安兰 要回簪子 所以推脱了几下也就答应了 云不气就回太子 李承前对他也表示得十分敬重 军中上下更是十分拥护 另一边唐太宗收到程咬金密信 李世民看着上面话的玉佩 久久不能平 五时唐太宗与长孙皇后闲聊 谈起此次战役大劫 长孙皇后却认为 这只是太子运气好 李世民不再多说什么 随后把密信交给长孙皇后 得知皇上还有一个长女 他表现得毫不介意 反而还恭喜皇上 说要帮助皇上弄清楚女孩的身世 早朝后 李世民要公公去慰问陈国公 并邀请他进宫 又要施享商 随后 李世民将李安兰的消息告诉陈国公 当年是陈国公见了莫若兰最后一遍 李世民要陈国公再讲一遍当年之事 当年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 玄武门之变被太子围困 莫家众人得到消息前去相见 结果莫家伤亡惨重 而当时与秦王相爱的莫若兰也在场 战后莫家众人就失去 去成国公担心若兰之女真假未变 主动请婴去接回李安兰 一片真假云不弃 也就是现在的云业 在军中地位与日俱增 也渐渐融入到李承前一行人之中 回去途中 李承前见李安兰对云业尤为上心 故意说云业只是个乡也小 探听他的心意 李安兰听后果然维护云业说话 太子随即言语了李安兰几句 经过这么久的相处 姐弟俩的关系也在慢慢升温 马车一路驶向长安 沿途经过一个被冻住的湖泊 云业立马就想到了现代东奥湖 于是制作了简单的兵棒 就在湖面滑了起来 随即士兵在他的带动下 滑冰的队伍也在壮大 李安兰与太子也被斗得开怀大笑 只有承咬惊绝的军纪散败 和云业争吵了几句 随后云业一人独处 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女友照片 李安兰看见 还以为云业破坏他的画像 而云业也是解释一番 最终李安兰才勉强相信 军队即将抵达长安 唐太宗心里期待又忐忑 他告诉长孙皇后 此次成将军不仅带回了公主 还带回了一个会制言的人 但是云业身份不明 于是就去查探了云业的身份 发现他很可能是随朝云家后人 唐高祖李渊当年建国 前随还有很多案子没有方案 若云业是随朝之人 此时出现恐怕目的不单纯 长孙皇后听闻法 认为是件好事 如果他不是云家后人 就可以将至言之法献给大桃 但是绝不会轻易交出至言之法 不是奸细就是野心伯伯 到时候可以一杀了之 如果他是云家之 后就可以给云家一个交代 以示皇室成义 最后二人决定先去派吴蛇去探探方 一旦发现云业不是云家人立马斩杀 当年云家受到云田的牵连 男丁被发配边疆 女的卖身为奴流落四方 鲁蛇很快找到了云怀之女小南 现在被卢新月收押 卢新月对五蛇很警惕 直到五蛇拿出地下手 得知云家即将复兴 卢新月才愿意交出小南 随后五蛇找到云老夫人 老夫人看见小南十分欣喜 可是小南是女儿身 云老夫人悲愤云家有后 这时乌蛇才提出带老夫人去见云叶 另一边云叶与李承前喝酒聊天 李承前略带羞涩告诉两个 他有一个喜欢的姑娘叫卢新月 只可惜两人一直未曾见面 这次他立下军功 就是想找机会见一面新月 三人正聊得开心 无蛇带着老夫人进了承咬金 有些担心如果云叶不是云家之后 那就是欺君之罪 老夫人一见云叶十分激动 蒙着眼叫云叶小明 还细数着云家就是 云叶见身后的士兵来者不上 立即跪下哭着叫奶奶 还拿出象征自己身份的木牌 好不容易演完戏认完亲 李安兰将云叶叫了出去 两人在湖边闲聊几句 李安兰得知云叶认了奶奶 以后就要回家生活 与自己不再见面 于是拿出玉簪还给了云叶 李安兰也即将进攻 数十年心愿终将达成 忍不住露出笑容来 云叶看着他笑的样子 仿佛看见已故女友在对着自己微笑 让他情不自禁提出拥抱公主 李安兰立刻拔剑之处 云叶还以为自己惹怒了公主 走近一看 才发现是打掉另一只飞剑 李安兰认出飞剑云叶 以为又是刺客来暗杀他 可如今他是太子身边的红人 李安兰只好撒谎说 刺客是冲自己而来 云叶离开后 李安兰独自来到一处小树林 一名墨家人正在等他 此人正是公叔 因为云叶轻薄李安兰才出手 李安兰知道公叔此行目睹 他劝公叔不要再让墨家举步长安 但公叔坚持要保护李安兰 势必要为若兰巨子讨回公道 李承前带着李太等人来找公叔 很快年龄相仿的五人 便开始称兄道弟 他们邀请云 夜夜由长安为他接风洗尘 夜晚的长安街灯火通明 一行人来到燕来楼看舞鸡跳舞 里程前发现一乐女 唱得十分动静 打听之下才知道那人就是卢星月 云叶知晓太子心意 在看到星月的香囊之后 以一手闽农营的香囊送给太子 九族饭饱众人准备离开 却发现到了宵敬时节 看见巡逻的士兵 几人只好分散逃开 可云叶不会轻功 只好乔装打扮躲到一处府邸内 听见琴声悠悠 太子发现有位女子在抚情 云叶邋遢离开 太子去看了痴女 两人推嗓之间被丫鬟发现 心地善良的星月 一位二人是走投无路的乞丐 随后让丫鬟带下去 安排洗漱用餐 二人用餐之际 太子习惯性地拿出戏眼 这让星月有了警惕之心 只能赶二人出府 太子无奈只好离开 临走前想拿出银钱作为酬谢 虽意外掉落了香囊 星月看出他们刚从燕来楼出 对他们印象更加大打折扣 星月说这个香囊 是他卖于红楼姑娘 太子才意识到 他正是自己想念 星月随后碰见 要去见公主的侯军吉 将二人送回去 才躲过一劫 侯军吉一见到李安兰 不禁感叹母女二人如此相像 李安兰得知是母亲不忍 忍不住向他打听母亲的死因 侯军吉告诉他 若兰是死于乱境之中 随后叮嘱李安兰进宫 要万事小心 还给李安兰带了上朝要用的官服 立即又赶回去 向皇上复命 紧接着皇后也来面见皇上 看到侯军吉 还叮嘱他要好好照顾李安兰 随后还要皇上 册封李安兰为公主 追封若兰为贵妃 皇上听闻大喜 认为皇后贤良无敌 四日朝上皇上要召见李安兰 云叶有些紧张 如今书上的人 就要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 这让他又激动又兴奋 见了李之后 魏征对云叶的输血之法 提出疑问 云叶将其中缘由讲述了一遍 最后还强调了 输血之法的正确运 知道唐太宗听完 忍不住问起给太子输血之人 太子道给自己输血之人 正是皇上失散多年的女儿 太子借输血一事 将李安兰身份公之于众 皇上也趁机提出召见安兰 魏征立马站出来 要求雁明安兰身份 毕竟是皇室血脉 此话一出 众臣开始议论纷纷 李安兰得到召见上朝 他紧张地走进来 皇上心情负责走到安兰面前 看见安兰面容 觉得酷丝弱了 安兰又拿出玉佩 皇上扶起安兰打算相认 却又被魏征一声呵斥 李安兰刚从边赛回来 必须要滴血燕青 才能证明身份 群臣又开始争执不休 李安兰同意滴血燕青 这是证明自己身份最好的方法 出人意料的是 两人的血并未融在一起 众人纷纷道 这是欺君之罪 唐太宗也质问他 是谁派来的奸行 李安兰见皇帝变脸如此之快 眼泪忍不住夺况而出 林业见此情形 立刻提出滴血燕青办法 不靠谱 太医说这是古人留下的方法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 秦琼一介武将当然吵不过文 竟然气火攻心 吐血晕了过去 云叶趁机拿碗 将秦琼与他儿子的血滴在一起 随后拿给皇上 发现碗里的血液也不想要 云叶又用输血之法就醒了秦琼 向众人普及了输血的常识 滴血燕青也并不靠谱 唐太宗听后勃然大怒 要将太医关进大牢 择日问诊 云叶目睹这一幕 心中的新鲜感力 极被恐惧待避 也因此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成畜末将云叶送回云家 皇上不仅将住宅还给他们 还将云家失散的亲人都召唤 只是全剩下妇女和孩童了 云叶见到孩子也十分开心 只是小男偷偷藏了起来 云老夫人带云叶去拜见老祖宗 还将当初云家变故讲给云 云叶联想到醒来看见的墓碑 意识到自己穿越到自己老祖宗 云叶身上 他千里迢迢回到沙漠 却发现墓碑市上的名字已经消失 他发疯式地发掘坟墓 只发现自己埋下的背包空空如也 他绝望地大喊 我要回去 随即就晕了过去 等云叶再次醒来 老夫人正合成处没守着他 云叶决心弄清楚墓碑主人身份 况且一大家子人还指望自己 他只能振作起来 云叶打起精神 将背包里的土豆种在缸里 唐朝这时候还没引入土豆 如果自己种植成功 那他发家致富就指日可待 一日上朝 云叶就太子有功 还发明了制言之法 被封为蓝田县男爵 还赏赐封地百姆和一些财物 云叶却为这些赏赐不值钱而郁闷 随后李安兰换了朝服上朝 云叶一眼就认出他的打扮 竟然和陶墓里的雕像一模一样 原来那个墓镜是李安兰的 云叶猜测难道李安兰当上公主 自己就能回到现代 随后太监开始宣读圣旨 册封李安兰为安阳公主 李安兰却常跪不起 也不愿意接受 他这次来长安的墓地 并不是当公主 他只想为母亲讨回公道 于是他提出要追封自己母亲 为先皇后 此话一出众人哗然 反对之声纷纷涌出来 只有侯军级站出来支持李安兰 此时一名官员站出来 说自己昨夜夜观天象 见营霍兴与西方现实联系 刚才公主所言恐怕是上天警示 奏请暂缓册封公主一事 文臣们一致附和 程耀金认为阻止皇上妇女相认 才算是有为人伦 魏征搬出史书大放厥词 逼迫唐太宗放弃册封公主 大家争执不下 云叶实在看不下去欺负一个女子 他指出萤火星只是天文现象 并不能暗示什么 青天间官员认为云叶胡言乱 藐视圣上 立即要皇上斩杀云叶 但太子为其求情 唐太宗左右为难 只好减少云叶赏赐 并仗奏三十 下朝后长孙皇后向皇上请罪 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好皇后的铺 即使体察公主的心思 唐太宗觉得皇后贤良大度 事事替自己考虑 即使自己亏欠若兰母子 但长孙皇后才是自己唯一的皇后 要不说长孙皇后在后宫吃得开 这一看就是非常有手段的人 紧接着皇上提起了云叶 皇上认为云叶行为举止不和不长 难以融入朝堂 他一路和程耀金回来拉拢了不少人行 长孙皇后就向皇上献了一条祭祀 让赵伯公上门提亲 云叶当然是拒绝了 赵伯公只好威胁云叶 若若不同意就先去边疆锤炼一番 林叶才明白其中用意 小男抽空去见了新月 两人正在叙旧 突然来了一个大婶夸新月有福气 新月对此十分不解 跟着大婶出来 才发现一切都是太子之事 太子连忙解释了上次的事情 还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新月有点惊讶 同时二人的误会也解开了 还将自己的玉佩赠予太子 太子看着玉佩有些出神 太父训斥他最近功课有所退步 太子解释朝堂 今日变故颇多 加之山东大如进京 却迟迟不肯进见 太子想为皇上解忧 太父李刚只能督促太子 勤奋好戌 日后才能更好地辅佐君王 太子被九宫算学折磨得不轻 云叶却游手好闲 太子竟逃课与云叶玩耍 太父指责云叶带坏太子 云叶却讥讽讽他 学的不过是小孩子才学 太父背弃得不轻 立即给云叶出一道基土同盟问题 云叶三两下解除答案 太子不由地感叹云叶的猜疑 可云叶也有一事担心 他告诉太子皇上让他去属边 太子提议如果搞定山东大理 或许事情还有转机 李安兰出道皇宫也受到公主警告 被嫦娥羔羊83人刁难 李安兰当即就将嫦娥公主打一顿 随后几位公主就被罚规在大厅 正好太子与云叶前来禀报皇上 云叶或有遗迹可以解山东大如之困 皇太宗答应让他一事 云叶又提出自己一个要求 如果事成自己代替也黯然受罚 如果失败就两罪并亡 太夫拜访山东世家大如卢寿 李刚曾是卢寿的学生 他来请求卢寿不要太为难太子 而卢寿就王太一一事揪住不放 希望得到一个交代 原来太一与山东大家有关 李刚无奈只能跪下与卢寿解释 新月在一旁也帮着李刚说话 让李刚不禁夸赞起来 而太子与林叶也在门外等候 丫鬟见了立即要轰他们 卢寿听到动静出来几人一番说 才解开误会 云叶见卢寿与王教授长相一样 就疯狂给卢寿实眼色 想要与他相认 卢寿完全不懂云叶是何用意 云叶才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 太子主动提出想要卢寿进攻 卢寿没有回答 只是给他出了一道题 题目是何为君臣何为父 云叶一听知道 他说的是玄武门之地 太子有些面色为难看 向云叶 云叶立即为太子解围 直接搬出三纲五常 以及三字经 卢寿听后十分赞叹 追问云叶是从何人 云叶随口说出长孙皇后 卢寿认为这不过是李家 口用来讲李家威风 卢寿之事顺利解析 太子还对新月恋恋不舍 云叶看出太子心思 提议让小南帮助两人 还篡夺太子主动表白 看来现代人还是比东古人直白 经此一事 皇上果然免去了他属边之地 只让他去成将军军营中历练 云叶带了好酒去到成将军军营 正碰上程咬金训斥手下训练期间 喝起 转头自己去喝起云叶带的酒 就只能周关放火 不需百姓给他 随后程咬金介绍 秦怀玉与李德玉比 令他们三人一组进行训练 训练终于业界二位身材魁梧 自己怕是应付不了 于是提出除了战术 更重要的是单兵作战的能力 随后向程咬金提出 现代部队训练方法 另一边长孙皇后决定亲自管教李安兰 只是李安兰对皇后没有任何好 并且拒绝配合皇后学习礼仪 李安兰受不了宫中规矩教 便逃出皇宫 认为皇上心中已经没有了母亲 自己也不必留在皇宫 后面遇到了侯君吉 侯君吉说起当年若兰与红夫女结拜 二人行走江湖 姓霞仗义的事情 安兰决定出去先拜访红夫女 再离开长安 李安兰来到李府 她主动表明了自己身份 还拿出了母亲的玉佩 红夫女一见玉佩激动万分 这些年她一直在寻找安兰 只是自己毫无线索 安兰讲述了自己皇宫的经历 红夫女心中气愤 要去找安兰的爷爷帮她讨论 唐太宗得知李安兰私自出宫 便派李晶带人去将她带回 正巧红夫女也与安兰来到军营 寻找李德玉 安兰与云烈在军中相遇 二人都表现得极为惊讶 两人正说着彼此关心的话 红夫女就带着儿子李德玉掌握她 突然红夫女一阵发作 将安兰荡成了若兰 把剑刺向了盈业 云烈并非红夫女对手 安兰剑状立即冲到云烈面前 红夫女一剑刺到安兰身上 变得愈发疯癫了 盈帐内 程耀金和李晶商量 要如何找到公主 云烈就抱着安兰冲了进去 李晶剑状就要去缉拿凶手 才发现此人正是自己的妻子 原来红夫女早就患上一阵 周金闯下她添大祸 李晶恳求大家帮她隐瞒此事 还好安兰也不计较 云烈给安兰缝合伤口 还要安兰向皇后俘虏 不然很难在后宫立足 云烈处处替安兰考虑 她害怕安兰对自己动了真感情 坦言自己已经有了唯一的爱人 对安兰多番照顾 只是为了她那张脸 原来是主打替身闻血 安兰听后眼角的泪 不自觉流了下来 她连忙遮掩过去 说自己有事 需要云烈帮忙 希望云烈安排她与红夫女见面 可能随时有恶化的情况 所以她希望李晶在考核中帮自己 好让自己有机会可以去照顾安兰 还答应李晶会全力医治红夫 唐太宗因为安兰出逃 斥责了安兰一顿 安兰也是心中委屈 静顶撞起唐太宗 唐太宗一气之下将她禁足 熏风太子对自己爱情很是上心 用糕点收买了小男 云烈则美 有她那么好的心情 太子见她情绪不佳 告诉她皇后已经答应让云烈做太子安 还给了她进出后宫的令牌 云烈听到这可就立马来了动作 安排好一切 云烈去见了老夫人 叮嘱奶奶等到土豆发芽 就将他们移栽到封地 安兰被禁足之后茶饭不思 云烈假借为皇后带话去看望阿兰 两人正在房间酗酒 阿兰发现有人偷听 那人被发现之后就慌乱跑走 云烈告诉阿兰 禁足期间应该很难和红夫女见面 所以她决定趁这段时间 先给红夫女治疗一整 紧接着长孙皇后带人闯进房间 将两人抓得正着 云烈只好谎称自己迷路 安兰知道是自己宫女 给皇后通风报信 随后去御书房 向唐太宗认错 皇上见她态度良好 就解了她的禁足 安兰借自己还未被册封 不适合有人来伺候 请皇上赐她独居熏风殿 长孙皇后恰巧听见二人对话 立即出面阻止 说她会坏了后宫的规矩 其实就是想自己监视安兰 还找这么多借口 然而唐太宗认为安兰刚刚入宫 确实需要时间自己适应 所以应允了安兰的要求 另一边 太子的爱情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太子得知悲田方的孩子生病 主动提出与新月一起照顾 又是烧火又是做饭 慢慢地也赢得了新月好感 李静为了医治胡同女 请来了名医孙思淼和云叶 孙思淼为红服女扎针把脉 虽诊断出红服女有益者 但却不知道如何医治 云叶就嘲笑孙思淼医术不惊 孙思淼一听这话当场气得不轻 严明若是云叶能够医治好红服女 自己则隐居山林从此不再行医 随后云叶开始医治红服女 发疯之后开始慢慢恢复下来 孙思淼把脉之后确定红服女脉向稳定 孙思淼为这种治病方法感到不 云叶解释他只是得了心理疾病 随后提议要红层女尽快去宫中 女安来一事 但李静不想他再卷入宫中之事 云叶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最后才说服李静同意 临别之际 云叶还问他拿了一些八角贵品 准备带回去炖菜 看来还是个小吃货 二人刚出离府 太子就急匆匆赶来 看到孙思淼也在 立即拉着两人前往碑田坊 孙思淼医术高超 及时挽救了几名孩子的性命 太子也提出要为孙思淼开个医馆 医术得到肯定的孙思淼 也欣然答应了太子的提议 这时 云叶还用刚拿的八角为孩子们炖肉 这一行为又让孙思淼刮目相看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新月与太子也日渐互生好感 离开之际两个人还去逛了灯会 这还是两人第一次单独约会 另一边云叶找到安兰 为他带来顿菜 才告诉安兰不日 就可以与红服女见面 很快就来到见面这天 云叶在皇后处被三字经 此时宫女禀报红服女求见 云叶立刻查课达 不一会又说红服女去见了安兰 而此时的红服女已经来到安兰住处 见安兰无人伺候 便又去找李渊做主 李渊正在院子里斗饿 结果额跑了 被红服女抓住 红服女向李渊介绍安兰 红是要为安兰打抱不平 可安兰只想为自己 亲要一个苦 如果此事不能如愿 自己宁愿离开长安 李渊思虑再三 最终带着安兰去了朝堂 当众斥责李世民 还宣封李安兰为长公主 唐太宗虽然面子上挂不住 但还是答应下来 下朝之后 皇后安慰皇上此事已成定局 也正好可以消除妇女二人之间的嫌隙 云叶也在一旁附和到皇上妇女和解 应当与民同乐 趁机提出赦免王太医 也算是解了山东大儒的心结 唐太宗被两人说 将一切事宜做了个了断 此时 魏征又来破坏气氛 恳请唐太宗收回侧风 这可点燃了皇上的怒火 大骂魏征弑之路 却不能担君之忧 最后 罚魏征去守城门 皇后与云叶走了出来 认为此事也是因云叶所起 命令云叶在中秋之前 解决好此事 太子听说安兰被风掌攻击 就来循风殿恭喜她 这也算是变相 封她母亲为先 皇后善安兰却不以为然 认为这不是光明正大的追风 所以心情也有些低落 太子为了姐姐开心 特意邀请她一同过中秋 中秋之夜 长安城车水马 太子与安兰一起出宫 走到一半 太子却要找机会离开 原来她与云叶早就约好 要给新月制造一个惊喜 而另一边 安兰逛着逛着 就遇见了新月 太子和云叶 看见二人在一起 不好实施计划 于是云叶出面 拉着安兰离开了 成楚墨正在准备放灯 李太却跟了过来 为了李太公破坏计划 成楚墨只好绑了李太 太子与新月寒暄几句 空中就升起一轮圆月 不仅如此 还有热气球出现 这一切都是太子 为新月准备 几人还用投影技术 在月亮上映出的情书 太子看着月亮 向新月教好的容物 忍不住狠狠心动 还为新月唱起了歌 云叶站在不远处的阁楼上 看着甜蜜的男人 不由得心声怅然 他告诉安兰 这是他未婚妻 最喜欢的一首歌 安兰才知道 他心上已经过去 不知道心中是喜事碑 云叶看着月亮 想起了那段痛苦的往事 那是一次驾车夜行 小冉将考古队发现的 玉发簪交给云不吉 作为二人新婚的信物 一路上二人在车上 有说有笑 不想迎面撞上了一辆货车 他自己活了下来 但小冉却永远地离开了 安兰看着云叶惆怅的模样 将母亲送给自己的七桥板 送给了云不吉 那是他母亲给他留下的 唯一的遗物 云叶看着安兰的笑容 不禁有些恍然 太子与新月分为正家 魏征却带着士兵围了过来 赤则里程前身为太子 当众谈情说爱 丢了皇家颜面 接着又开始赤则成楚墨等太子 将所有罪责揽到自己身上 安兰见状又出来打圆场 云叶见此想趁机溜走 却还是被带了回来 魏征是不打算 让太子好好谈个恋爱 几人随后被带回皇宫 美人仗则三世 一日此事也被唐太宗知道 唐太宗不忍责怪鲁文旧 只能说太子无事 容易受人叫唆 竟敢在街上当众作怪 云叶辩解到大唐一贯思想开明 太子作为热血男儿 以歌传情正是大唐封赏 唐太宗说 不过云叶 隐隐担心此事被山东大陆知道 但是又见中秋在即 最后还是选择放过几人 长孙皇后说到 是时候为太子选择 只是没想到 太子的义中人竟是如寿的孙女 如果能与山东大陆联姻 还可打破皇室与山东世家的将军 只是皇上担心太子少年兴兴 不愿意向山东士族低头 到时候丢了皇家颜面 聊完太子聊云叶 长孙皇后又说起云叶与安兰 他看出安兰对云叶有新意 但唐太宗对云叶是万般挑战 毕竟安兰是公主 唐太宗必须要云叶做出一些功绩 长孙皇后认为 明日中秋就有一个机会 想让云叶化解 唐太宗父子之间的芥蒂 到了中秋佳节 皇上在宫中设宴 众人其乐融融 饭后又一同前往李渊宫里 欣赏舞蹈 这段舞简直出神入化 值得反复观看几遍 唐朝的舞蹈让人看见了美帝所在 李渊见李世明主动讨好 半分好脸色不给 只有看到安兰脸上 才浮现出宠 安兰向李渊献上雨露高 让皇上想起当年 与若兰约会的场景 心下有些怅然 此时云叶提出 自己准备了一份礼 那就是自己精心制作的麻将 李渊对此产生了很大兴趣 云叶拉上长孙皇后四人 凑成一桌麻将 云叶暗示李世明 放水给李渊 果然斗的李渊心情大好 父子俩的气氛 逐渐缓和下来 另一边 太夫李刚也去拜访卢寿 如今 王太一免去死刑 已经表明 对山东士族的重视 希望卢寿能够早日进攻 卢寿看皇家有如此诚意 不缴 答应了进攻禁忌 太夫又接着和卢寿聊了几句 新月文言想起来 太子却可不得了如 寿马上追问 与太子相关事宜 新月一五一十地告诉魏征 应惩罚太子 被皇上扁去束手成门 卢寿一听心中大 又要去魏魏征讨个公道 打完麻将 几人一同散步 李渊与李世明也解开心结 李渊还夸起太子李承前 长孙皇后听到太子失忆 立即见缝插针 提起太子选妃仪式 恰逢不久之后 就是年度马球大赛 唐太宗想趁此机会 给太子选一个大家闺秀 太子担心新月不能参加比赛 云叶提议要他以山东大路 家眷的身份入场 太子特意到悲田坊 送千纸贺给我新月 告知他圣上要在赛场上 选太子妃 要他好好表现 可新月却一直喋喋不安 爷爷魏魏征讨公道一事 恐怕要直接与圣上发生冲突 魏魏征一事 卢寿先去拜访陈国公 但陈国公认为皇上正在气头上 害怕此事会弄巧成桌 卢寿更是愤怒 认为魏征直言尽见 无罪可言 陈国公百般奉劝 想要卢寿从皇后太子着手去求情 但卢寿那是恨乌吉乌 连皇后都不愿再见 愤怒之下 竟带着弟子到城门柜 想以此来给皇上施压 还劝魏征跟自己回山东王家 但魏征执意不改 无论自己身居何位 都必须对百姓负责 卢寿也无可奈何 只好尊重魏征的决定 年度马球大赛拉开为命 男女两支队伍一贯而出 待到圣上至此完毕 一场精彩的马球赛激烈展开 与队频频得分 长孙皇后也十分得意 云叶剑情形不妙 想让安岚放水 果然到了下半场 男队开始得分 随后比分逐渐吃平 最后一些小意外 竟让男队获得胜利 比赛结束 怀孕却从马上摔下来 太医检查发现是旧伤复发 如今情形很可能保不住 甚至可能还有性命之忧 城门口卢寿的弟子纷纷倒下 一群文弱书生 经不起长时间的跪离 魏征见状忧心不已 他要卢寿带学生回去 卢寿却坚持己见 要为魏征伸冤冤 士兵来报 圣驾即将进去 卢寿听完还是闻思不动 魏征只好用性命要挟 劝魏征离开 两人僵持不下 唐太宗带着太子赶了关 卢寿故意质问魏征既是良辰 为何不在朝堂 却来看守城门 唐太宗反问 既然卢寿眼里没有君王 自己也不必把他当作大臣 一介庶民还敢藐视皇权 情况再次陷入僵局 很明显皇上已经被惹怒 命令魏征即刻拿下卢寿 及其弟子 就在魏征左右为难之际 安安走了出来 他表明魏征大胆敬言 是为了皇上不受非议 而此事又是因自己而起 于是跪在地上向魏征道歉 魏征见状扶起公主 又补充收到自己的错处 随后安安请皇上 要魏征官府援臣 太子等人也纷纷求情 唐太宗便顺着台阶下 当事人已经和解 卢寿还不依不饶 要求唐太宗道歉认错 眼看就要耽误怀孕救治时间 魏征只好派人拦住卢寿 为唐太宗一行人让出道路 临走之际 太子递给星月一卷书记 而里面夹杂的小字条 才是主角 怀玉腿上十分严重 云叶因缺乏现代工具 而束手无策 幸而这时候孙思淼才要回来 而怀玉此时已经疼晕了过去 孙思淼替怀玉把了脉 随即立即清理伤口 进行包扎 怀玉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是却失去了小董 为了照顾怀玉 云叶让太子长太一轮般之手 二人走后 云叶告诫安兰 以后要少做些强出头的事情 但安兰也是为了母亲追风事宜 才不得不拉拢一些朝臣 云叶一大早起来 就看见新月等在门外 他要云叶送回太子的书 经为皇后用杨克言之推的书 这是对学问的大不敬 云叶听后并未答应还书 反而邀约太子出去 让两人自己沟通 云叶买好东西去见怀玉 怀玉正应要截肢而大吵大闹 云叶只能安慰怀玉 自己会找其材料 怀玉只管安心养病 自己有办法要他站起来 随后出去为怀玉准备营养餐 安兰也来到厨房 上次马球比赛 安兰弄坏了云叶的项链 为了给他赔罪 安兰主动帮云叶画了假制徒刑 朝堂上唐太宗得知民间大汉 灾民正向外省移动 山东年年都有灾情 本以为秋收后能够得到缓解 却没想到今年庄稼迟迟没有成熟 有官员提出要山东士族捐出存料 魏征作为山东士族代表 率先站出来表态 但此时还要去说服卢寿 想到这里唐太宗面色难堪 就在这时 礼部侍郎来访 兔爵四位亲王已在殿外等候 或许大唐可以借此与他们通商往来 城门事故之后 卢寿准备写戏文批判李家皇权 新月担心此事会牵连族人 而卢寿认为 维护钢肠是山东大儒的本 为了避免新月受到牵连 卢寿决定将他送回山东 同时还可阻止他与太子纠缠 此时一名学生匆匆进来 将山东大汉的消息告知卢寿 卢寿当即想要进宫求主 而学生却认为 昨天之事惹怒天哪 如今再进皇宫 可能没那么容易 兔爵四位亲王进殿献出贡 提出了换粮的要求 但今年山东本就为粮食发愁 已经没有多余的粮食进行交换 这时四位亲王突然跪下 要求将大唐公主嫁给他们 满朝文武十分惊讶 唐太宗心中也极不情愿 只能暂时将几人安抚 带到几人走后 程耀金提出 兔爵各部虽然分裂 但最近却有联合之意 如果他们各不同心协力 大唐的西北兵房堪忧 未争确提出 给安阳公主母亲应有的名字 这样便可让安阳公主和亲 来缓解突厥隐患 唐太宗不愿将女儿远嫁 想要出兵镇压 又找不到理由 只能愤愤遣散大臣退朝 四位亲王 在宫中偶然看见 马球大赛的话 得知画上女子 正是大唐公主 阿什纳 亲王对着图画看了两久 不仅如此 阿什纳回去的路上 还在责怪三位亲王 不该冒冷 铁和亲密时 这一幕被太监看见 告诉了唐太宗 唐太宗对阿什纳印象良好 皇后也不由地感叹 阿什纳强盛 希望她能够压住 其他亲王避免开战 唐太宗则认为 阿什纳不是甘于陈下之人 大唐和突厥中有一战 只是眼下山东大汉 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 实在不适合开战 卢社为山东一事 来到魏征府上 希望魏征能够从中卧 需要让卢生见到皇上 面对卢生的再三恳求 魏征只好答应 在另一边 安兰去街上买假之材料 却碰上突厥四位亲王 亲王得知安兰就是公主 歌叔就愈发嚣张 言语间都是安兰的不屑 安兰忍无可忍 与歌叔打了起来 幸好阿什纳拦了下来 临走时 歌叔还放话 要把安兰取回去 安兰回去之后 就赶工作模型 唐太宗派人请他去两一店 店内魏征正向唐太宗奏起 歌叔对安兰十分爱慕 此事正是和亲的好机会 魏征说一大堆 话里话外 都是赞同和亲事意 唐太宗听得冷怒 安兰一来 唐太宗就告诉他 魏征提出追风若兰 安兰心中欣喜 但唐太宗突然问安兰 是否有意拉了 魏征得知肯定答案 唐太宗突然发怒 要安兰以后 不准再提追风之事 只需享受公主身份即可 不能涉及朝堂之事 安兰觉得氛围委屈 主动请求离开皇宫 唐太宗答应了安兰的要求 原来他是不想安兰去和亲 一旦追风若兰 安兰作为公主 就必须送去和亲 安兰收拾行李 正要带着丫鬟离开 皇后却来到训风殿 他将事情缘由告诉安兰 那日安兰走后 唐太宗还吐血晕倒 皇后放下身段 求安兰就救大唐摆 事成之后 他愿将皇后之位让给若兰 安兰没有立即答复 而是提出要先去见一个人 安兰要去见的人就是云叶 安兰假借讨论假之模型 来找云叶 看见云叶脖子上破损的项链 安兰不自觉问起了小冉 时隔多年 哪怕是隔了一个时空 云叶仍对小冉情深意重 安兰越听越伤心 他知道云叶心中没有自己 至暗莫大于心死 于是才下定决心远家突厥 唐太宗听着魏征 报告山东灾情 一名内侍进来禀报 说突厥亲王在街上大放厥词 扬言一定要娶了安兰公主 次日上朝 唐太宗找来四位亲王 说明安兰公主生病 所以取消街坊 婉言歌书听后不依不饶 提出要亲自给公主看病 势必要将安兰带回草原 如果大唐不交人两国 只有兵戎相见 唐太宗见此怒不可恶 而魏征再次提出和亲 唐太宗依旧不语 魏征又拿山东灾情说事 为了百姓也必不能开战 看着跪了一屋子的大臣 唐太宗仍然不愿将公主和亲 这时安兰走了进来 表示自己愿意和亲 下朝之后 唐太宗见皇后早早跪在屋内 为了补偿安兰和亲 他请求皇上追封若兰为先皇后 以满足安兰的心愿 而安兰也再次来到书房 恳请皇同意和亲 唐太宗知道大唐和突厥必有一战 他认为安兰不必做多余的牺牲 安兰也深知其中道理 眼下和亲也是为了来日方长 他愿意走出这一步 等待日后大唐崛起 安兰一大早就将支架送到医馆 孙思淼为怀余安装上 怀余立马在屋里练起了扫堂腿 秦琼父子感激万分 提到如果甲之在军中推行 必定又是大功一件 云叶认为都是安阳公主的功劳 自己只是完善外观 众人听到提起安兰就找借口离开了 只剩下云叶不明所以 另一边阿什纳亲王私下拜见唐太宗 他提出请陛下将公主许配给自己 还承诺和亲事成自己愿意永远获大 唐修好 唐太宗问他是否知道歌书钟情于安兰 阿什纳认为歌书看上的是公主的势力 而他自己是喜欢安兰这个人 唐太宗将阿什纳言辞恳切 可安兰却在太上皇那里 云叶只好去找太子 从里程前那里得知安兰和亲一世 便急匆匆拉着太子去找安兰 安兰正在和四位亲王鄙视其胜 前三场安兰大获全胜 最后一场是和阿什的鄙视 眼见阿什内要射中兔子 不知为何安兰用身体掩护兔子 这时云叶出现将安兰抱着滚开 这一幕真是不明白 可能公主突然同情心泛滥了 安兰见到云叶情绪有些激动 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云叶这才知道 明日他便要启程离开了 夜色阑珊 云叶跟着来到熏风殿 里面洋溢着洁青的喜气 安兰穿着凤冠侠配 缓缓走出来 明日安兰就要和亲 他让云叶画了小兰的想象 这次只能照着安兰的模样去 二人只是对示意 安兰泪水就忍不住夺况而出 画完笑向安兰 让云叶不必顾忌 云叶不敢看安兰的眼睛 只是最后离开之时 云叶忍不住从背后抱了安兰一下 公主和亲普天同庆 安兰与皇上喝完离别酒 再三叩首 唐太宗不仁女儿远嫁 低声告诉安兰 现在后悔自己可以想办法留住他 但安兰心灰意冷 长安城再没有安兰留恋的芈月奏响 安兰一步一回首 却还是没看到云叶的出现 只能一步步离开皇宫 和亲的队伍在长安城敲锣打鼓巡游 云叶听着外面的动静 心中始终无法平静下来 小男捡到一个喜字 嚷嚷着要贴近 云叶默默回到房间 拿出项链 看着小象与安兰的点点滴滴 在脑海中放换灯片 他明白自己好像爱上了安兰 云叶一路快马加鞭 终于追到了安兰马车旁边 他找各种理由 劝安兰和自己回去 可安兰却下定决心和亲 云叶着急万分 脱口而出安兰 我喜欢你 安兰瞬间泪如雨下 云叶将项链抛给安兰 上面小象是他穿着西服 从那一刻云叶明白 在他心中的已不再是小鸟 而是李安兰 两人还在深情款款 突然草丛中射出一支箭 一群蒙面人冲了出来 云叶趁乱爬上马车寻找安兰 却看见安兰骑着马 向自己伸出手 等到阿什纳击退敌人 发现车里早已空空如也 阿什纳认定是唐太宗抢走公主 带着士兵坐在永安门外 要唐太宗交出公主安兰 唐太宗到永安门一看 阿什纳魂满脸是血 叫嚣着大唐背信弃义 其他三位亲王也赶过来 双方都不知道公主的下落 阿什纳就出一名唐军 唐军告诉唐太宗 带走公主的正是大唐之人 随后又拿出一把刀 正是大唐所用的军道 难怪阿什纳一口咬定 是皇上带走的公主 唐太宗见识有蹊跷 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公主 弄清真相 于是安排人先将四位亲王带到红卢寺 等待事情调查清楚 回到红卢寺 三位亲王带着酒肉来找阿什纳 回突厥带兵杀 过来阿什纳此时正在气头上 听了三位亲王的挑唆 随即拿出自己写下的军书 告诉三人自己在联系部落筹集兵马 另一边 逃婚二人组还不知道事情严重性 安兰脱下喜福 云叶承诺将来要给安兰最好看的嫁衣 安兰好不容易得到她一句喜欢 如今又得到一句绝不分明 心中觉得欢喜万分 但是为了大唐百姓 安兰还是冷静下来 不愿意与云叶隐姓埋名 云叶只能答应送她回长安 另一边 程咬金还在分析掳走公主之人 那批军刀是卖给了黑使 所以公主绝不是被大唐军人带走 唐太宗假意询问太子爷爷的下落 告诉太子 如果两人已经远走高飞 就告诉百姓不必再重压 太子震惊皇上 有意成全安兰 二人回去的路上 安兰与林叶在路边吃面 看着主面低夫妻 十分羡慕 可惜他们二人 不能过此平凡的生活 不一会 两人也被军队找到了 林叶将和 云叶也帮程将军调查黑使军刀 云叶希望唐太宗能够拖延时间 想办法取消安兰和亲 可如果取消安兰和亲 就意味着要和突厥开战 可如今国库空虚 又知山东灾情 如果开战对大唐极为不利 云叶提出如果自己凑够军下 并且解决山东大患 皇上是否可以取消安兰和亲一事 为此云叶还立下军令状 不仅如此 如果自己成功 还希望皇上为自己和安兰赐婚 说吧云叶就回到家中 向老夫人打听黑使的事情 前一阵子老夫人逛集市 碰到一凸几人 老夫人见他卖的东西很有趣 知道云叶喜欢 就挑了几件买下来 其中就有一把军刀 云叶心中一斗丛生 准备自己亲自去黑使打 云叶见有人卖金刚石 他想起安兰便买了下来 病逝以后为安兰打造一枚戒指 云叶在黑使逛了一圈 打听了城里有钱人的喜好 晚上云叶特意准备美酒 要太子宴请四位亲王 并告诉阿什的安阳公主 已经想着可以暂时安抚 阿什奈的心思 聊着两边就开始比拼酒力 随后借着酒力 故意挑拨四位的关系 太子故意将阿什那带到一边 云叶拿出了那把刀 阿什那一眼认出 那是歌书的宝刀 他告诉阿什那 伏击和亲队伍 正是屋内喝酒的三位 阿什那不相信云叶所能 云叶提醒阿什那 三位亲王集结兵马 并不是对付大咖 而是为了消灭阿什那 阿什那逐渐被说服 云叶又递给他一张情帖 告知他今日新华方 有一场拍卖会 到时候他便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王 为了这次拍卖会 云叶准备了不少东西 他还给个大江军府拍送的帖子 确保整个长安城的富豪 都来捧场 很快便到了拍卖时辰 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如约而至 安兰也说动太子参加 第一个拍卖品就是香水 云叶上次去打听了富豪们的喜好 这次准备的东西 绝对是他们喜欢 他召集能功巧匠 打造了各种精美物品 果然赢得达官贵人的贺彩 把价格都抬到了 令人择舌的地方 唐太宗看着平时哭穷的官员 在这里可以移植千金 不由得又欺又恨 拍品中还有一件双座 琉璃天狼 此剑已出四位亲王 再也安纳不住 阿什内一开口便是三倍价 另外三位亲王 也不再把阿什内看在眼 跟着阿什那争强起来 四位亲王甚至闹到了 大打出手的地步 雨夜剑状突然就把琉璃天狼 摔碎一跤 拿着景村的一座开始拍卖 并且开出了天价 即便如此 柯叔还是花重金将他拿下 拍卖会产品火热畅销 雨夜在屋顶上得意自在 有了这些钱足够军饷开支 安纳也不必再去 革清结束之后 雨夜与阿什那见面 阿什那对雨夜十分感激 雨夜认为 阿什那比其他亲王更有毒 如果他能一懂突厥 日后对大唐也有好处 他提醒阿什那早日回到突厥 这样才能夺得先机 阿什那调侃盈盈 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宏图霸业 雨夜回到宫中 给长孙皇后献上一瓶香水 唐太宗迫不及待 想知道昨日收益 雨夜还在掰着指头算 长孙皇后就率先给出答案 足有百万贯赢钱 相当于大唐赴税的五成 但长孙皇后责怪雨夜 不该将天狼琉璃卖给突厥 雨夜早有打算 随后带人乘上十几座琉璃天狼 还将最好的一座献给唐太宗 雨夜决定 将这些琉璃天狼分给其他亲王 引起他们内斗 好让大唐作收鱼利 看着雨夜得意洋洋 唐太宗提醒他 还没解决山东大话 雨夜却带着两人来到太上皇宫 太上皇从门前挖出几十斤土 都是雨夜前阵子让他种 没想到短短时间就可由此丰收 土豆容易种植产量高 还有各种各样可食用的方法 山东饥荒问题已然得到解决 三件事情顺利解决 唐太宗答应雨夜赐婚 给了他一只空白婚书 让他写下时间自己可随时赐婚 小丫鬟不知从何处打听到云夜 拒绝赐婚 急急忙忙就去告诉阿兰 阿兰正要生气云夜 就自己找上门来 云夜不同意皇上赐婚 是要亲自向阿兰求婚 阿兰见云夜单膝跪地 拿着钻石发簪向自己求婚 阿兰忍不住落下泪水 上次云夜看中的金刚石 没拿来做戒指 真是让人意外 卢寿一大早带着两名学生 挨家挨户去敲官员的门 然而官员丢闭门不见 回去的路上碰见侯军级 立马将卢寿送回府中 卢寿带着山东灾民的血书 心急如焚去向个官员求助 他不知道云夜已经解决了山东难题 所以自己一大早出门 却处处碰壁 因为山东一世卢寿还在责怪皇帝 不关心黎民百姓 只关注来历不明的女儿 随后卢寿将星月送回山东 召集门下学生准备进宫面圣 可星月从车夫口中得知 爷爷要去面圣一事 星月担心爷爷与皇上发生冲突 于是偷偷从客栈跑了回去 星月找到云家正好碰上太子 于是提出想要太子 救救他爷爷 唐太宗正与众人商议 对抗突厥的计策 卢寿在殿外境界 他手捧着血书踏入大殿 一进殿便指责朝廷不顾山东死活 穷兵独武 克扣救济粮 魏征已然告诉他 已派官员前去赈灾 卢寿还是不依不饶 惹得唐太宗雷霆大怒 唐太宗对着卢寿大声斥责 恰巧天上雷鸣 大左卢寿更是借此事表达 说这是上天对唐太宗的警示 说罢便捧着血书走出殿外 对着上天大喊 愿以以此明智 逼迫唐太宗同意和亲放弃开战 唐太宗与众臣站在屋檐下 他派士兵前去制止卢寿 不料士兵刚好被雷击中 卢寿更加认为 这是老天赞同自强做法 对天怒吼如气如素 云夜三人匆匆赶往皇宫 星月见此情形 想要拉回卢寿 幸好太子拉住了星月 不然下一个倒下的就是星月 眼看局面难以控制 云夜突然冲进雨里 用棋子与铁矛 做了个简单的避雷针 云夜问卢寿敢不敢与自己打赌 如果雷电批中 象征陛下的军旗 卢寿就同意开战 卢寿自以为是爽快答应赌月 天空中电闪雷鸣 云夜一边等待 一边祈祷 不要批到自己 突然雷声大作 一道雷批中了军旗 卢寿见状大喊 老天不开 但最终还是结束了这场闹剧 果然学好树里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呀 两名侍卫将卢寿压到唐太宗面前 星月见状立即冲了上去 唐太宗已藐视皇权之罪 将祖孙二人压入大牢 还下令关押了卢寿所有弟子 扬言要诛杀卢寿九族 太子在一旁本想求情 话还未出口 就被唐太宗打断 还好打断了太子 不然唐太宗正在气头上 还不得连太子一起治罪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唐太宗虽然处置了儒寿一行 但心中还是颇有顾虑 他找来侯军 急问他的看法 侯军即认为 这也是解决了大唐内容 给了那些世家大族一个警报 不敢在以下三赏 如今开战在即 侯军吉还主动请兵前去作战 并且提出对战突厥的政策 随后还提出宴请重将领 以此来安定军心 为了重将士信心 唐太宗也欣然答应 三军犒赏宴席上 众将领气势昂扬 云叶却有些闷闷不论 唐太宗问云叶 想要什么赏赐 云叶提出赦免卢寿家人 及其族人 魏征也站出来 替卢寿一族开火 唐太宗思虑再三同意 释放其他事 但绝不同意赦免卢寿家人 太子担心心悦 以学业为借口 先退下 他来到大理寺 请李太太他见一面心悦 太子好不容易进了煎熬 心悦却不敢再看太子意 他请求太子忘了自己 可太子痴心一片 愿意为了心悦放弃太子之位 李太在门外听到二人对话 看着太子为心悦如此不顾后 不惊皱起了眉头 随后太子将心悦送的玉佩 还给他 他发誓一定会就心悦出去 宴会上众将领谈论兵法 侯军及与秦琼 因兵权起了争执 好在程咬金 在两人中间说好话正直 众人兴致高涨 程咬金击鼓秦武剑 唐太宗在高台奋笔疾疏 众人齐呼 与子斜行 侯军及喊着喊着面色暗沉 侯军及回到家中 看见女儿正在擦拭铠甲 她根本不想上战场送死 还数落女儿 没有手段 不能当太子 不然今日 她和至于要上战场 一日唐太宗也拒绝了 侯军及的寝占 在她看来 侯军及为人世故 不得不防她领兵的野心 此时太子求见 皇后知道太子此行的 于是示意太子 不要提心悦 太子仍然执意要替星月求情 引得唐太宗大怒 立即下旨 要将如寿一家问责 以此断了太子的念想 太子为给星月求情 直接在书房门口 常跪不起 安兰同情太子与星月 决定跪下一同为星月求情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样的行为 更加重了唐太宗的恨意 另一边 云集开始张罗云叶的婚事 但云叶此刻没有半点欣喜 他去监牢探望星月 云叶十分愧疚 而星月则一脸坦然 还不忘叮嘱云叶 要去劝一劝太子 不要因为自己的事情 触怒容颜 如寿这些天 也逐渐冷静下来 他这一生问心无愧 只是愧对自己的孙女 他跪下来向云叶求情 希望云叶想办法救出星月 云叶心虚复杂 正好与太子在雨中打一架 宣泄情绪 太子请求云叶帮自己取星月 唐太宗赐给云叶一纸空白婚书 只要星月不是儒家人 他便能活下来 云叶想了一夜 最终答应了太子的请求 唐太宗这几日 也一直在等云叶来去 婚书 见到云叶 还调侃云叶时 取得安安安的心意 云叶却跪下说 自己要取的人不是安安 而是卢星月 唐太宗听闻拍而起 他提醒云叶慎重思考 一旦做出选择 便无法更改 云叶此时没有任何退路 只能违背心意磕头谢恩 深夜侯军吉召来下属王府 他决定 启用一枚早就埋下的棋子 王府告诉侯军吉 墨家人远离纷争之后 一直以做木匠为 生当年墨家人修缮宫殿时 突然接到密令 要远离中原 他便和前来的若兰一起避开 那夜士兵带若兰去见侯军吉 想要从他驻守的城门离开 却正值太子李建成 兵点侯军吉的令 前去支援 当时若兰在一旁得知秦王有难 便打算带人前去支援 但此事侯军吉是李建成的人 为了不让若兰破坏大计 侯军吉派人半路截杀了若兰 等秦王赶到看见若兰的尸体 侯军吉便谎称是李建成杀了他 而后又派人救下墨家人田和子 告知他杀害墨家人是秦王之士 一个人欺骗了三方势力 而田和子因为那次战争变成残疾 无法取得外界联系 因此对王府深信不疑 现如今侯军吉决定 要开始利用田和子 王府告诉田和子 朝廷即将开战 他们无法继续待在长安 田和子为了报仇 不愿意离开长安 王府就借口无人照顾田和子 故意提到安兰就在长安 田和子一听十分激动 王府又告诉他 安兰已与唐太宗相认 陛下还封他为公主 田和子主动提出要联系安兰 他一定要将真相告诉安兰 阻止安兰认贼作父 很快公书牧也发现王府 传递墨家信号 于是他联系上安兰 二人决定一同前去查探 粮草充分 将士们也有气势 唐太宗准备即日出征 而此时 太子却缺席朝堂 唐太宗十分不满 魏王李太趁机献出一幅地狱图 此图囊括了 突厥各个部落的地形 唐太宗十分欣喜 重重赏赐了魏王 而程咬金刚走出大殿 就接到消息 说是粮草出了问 提令一边 安兰和公树木找到田和 田和子告诉安兰 如今安兰是任贼作父 如果安兰贪图享受 自己今日便与安兰同归于尽 这都被王府养得极端 还信誓旦旦告诉安兰 当年杀害若兰和墨家的 就是李世民 田和子显然被洗脑了 安兰联想到相认之后 唐太宗给予自己太多补偿 加上田和子盲目自信地讲述 安兰不由地就相信了 云家上下还在筹备婚事 程楚墨匆匆赶来 原来土豆产量虽多 但不易于存放 云叶也早有准备 拿出了十几大桶方便面 还贴心准备了脱水蔬菜和牛肉 最终还教会程楚墨如何食用泡面 安兰揣着满腹心思回到宫中 云叶也打算进宫 将事情说清 他将自己娶心悦的事情 告诉安兰 安兰有点接受不了事情的真相 但此时此刻 安兰决定为母亲报仇 注定他们二人是没有结果的 痛心之下 也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云叶倍感心疼 但又无可奈何 他不明白安兰心中所想 只能满怀愧疚地离开 云叶回到家中 老夫人正在等他 卢家满门抄斩的告示贴满全程 而此时 云叶迎娶卢家女儿 其中必定有七桥 云叶只好承认自己是为了救新月 老夫人听完同情新月的遭遇 还特意为云叶备了马车 可以接新月随时回来 云叶来到狱中 接新月回去 新月立即跑来找到云叶 新月还以为自己要嫁的是太子 还心心念念 要太子救助卢盛 可新月刚到云家 就接到卢家人被斩首的消息 满门被斩之后 新月还要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 这或许是新月人生中 最痛苦的一次 云叶骑着高头骏马 带着迎亲队 太子就站在人群中 看着云叶取消 带走了自己最爱的姑娘 与他人四叩首 饮下和饥酒 一刹那云叶将新月看作安蓝 可刹那之后 云叶又跌回现实之中 拜堂完之后 太子在新房门口徘徊 新月让云叶送给太子一纸折扇 上面空无一物 太子明白兜兜转转一场空 新月要彻底和他散了 云叶告诉太子 新月如今遭受不少苦难 太子听闻无言以对 只好拿着折扇无奈离开 云叶回到新房 新月承诺自己会尽一个妻子 但云叶告诉他 自己绝不会对不起兄弟 这一夜是长安伤心的意义 各自都怀揣着自己的心事 四人情感惨遭破坏 又为以后的发展 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敬请期待下一期分享